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知道现在狗狗 狗界的明星是哪一些吗 根据网路上的统计 大家在搜寻狗类品种的时候 声量前三名 第一名是米克斯 到达将近3000多则在讨论米克斯 第二名就是柴犬 大概有2500多则 第三名就是非常可爱 所有家庭都适而养的贵宾狗狗 而且现场还有来了三只 没错 然而其实要留意一下 有些品种狗可能在离癌的风险上 比一般的狗犬来得比较高 比如说比较少听过的 伯恩山犬跟逗牛犬 没错 因为狗狗说真的没有健保 当你养到狗狗的时候 它一生病一开销都是非常的庞大 像和美家里养的狗狗 其实已经9岁了对不对 但是它从小身体就不好 因为它其实 我从三个月的时候开始养它 一开始它的毛病比较多一点 所以要让我养的那个主人 它说如果你带回去养 有问题的话不可以找我 而且因为它是 他们那一批身出来比较体弱多病的 所以比较没有人想要养它 但我养它之后 我原本以为还好 但是有一次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应该是从沙发上 自己跳下来 跌倒 因为贵宾的狗白就比较脆弱 我以为会是骨头的问题 但没有 是神经的问题 神经 它的第二节神经元坏死 所以它是有一阵子半生不随的状态 然后光是看医生照 核磁共振就要两万五左右 而且台北只有两家医院 可以做这件事情 断层扫描对不起 然后断层扫描照完之后 要再吃药 还好不用开到 但是在那段时间 前前后后加起来的治疗费 应该有超过十万块 十万块 而且它有一个脚脚叫王眉脚 它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说把它放下来 它会有一只脚往前 它会有左脚 有T字站步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只脚比较脆 好像真的有一点 萎缩的状态 然后医生就说 这个不会再好了 只能让它缓解它的症状 不要萎缩得太厉害 这边就想请问一下姚医师 因为其实它的这个脚脚 我们一般如果是四足 应该怎么去做一些检查 而且刚刚私底下 有跟何美讨论说 他认为这可能跟近亲繁殖 是有些关联性的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说 我们平常家里面有狗狗 狗狗受伤了 它有可能是掉下来 有可能就是说 它运动过度 或是尤其是小型犬 很容易被我们四足踩踏上 当我们觉得说 这只狗狗 它的脚有可能受伤的话 我们四足的话 在家可以做一些检查 譬如说 我们可以帮它先触摸一下 我们的脚 可以稍微触摸一下 如果说它脚有受伤的话 我们压到它痛点的话 一般它会缩脚 甚至说 譬如说这只狗狗 平常跟我们比较亲近的话 它不会咬我们 它可能会一直想要舔我们 就是提醒你这样的感觉 我已经在痛的不舒服了 像我们平常 我们可能会带它到户外去玩 狗狗的脚底 有可能会踩到一些尖锐物 比如说像玻璃的睡渣 所以说我们脚底的话 可能也会稍微帮它去摸一下 去摸一下 看我们有没有因为外伤的关系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看它的走路的姿势 比如说正常的狗狗 它在走路的时候 它的平均的重量会落在四只脚 如果说假设我这只脚受伤的时候 我在走路的时候 这只脚落地 我踩它 那个就会比较轻 湿力会不同 对 你就会觉得看它在踮脚 或是说三只脚走路 或是三只脚走路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他的部分的话 譬如说好 假设我可能有 譬如说像骨折或是脱臼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当你骨折或脱臼的时候 我们再帮它做伸展的动作 它会非常的疼痛 但是我们不要用力拉 我们稍微拉一下 甚至说一般我们医生的话 会做一些旋转的动作 譬如说骨骼旋转的动作 如果说它会不舒服的话 我们可能一般民众的话 就直接带到动物院去 医生的话我们可能会帮他安排一些 X光检查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近亲繁殖 近亲繁殖一般 通常我们会看到它 我们从外观来看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缺陷 譬如说我们看到这只狗狗 就像这只狗狗 童距特别宽 可是它是玩偶 正常的话我们童距会这样 是要窄的喔 对 就是有它正常的童距 但是这个童距看起来 太宽了 对 太宽了 或是说它的嘴形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正常 我们一般狗狗的咬合 我们一般的咬合的话 就这样很正常 对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 像近亲繁殖的话 我们讲说这只狗看起来很像 鲨鱼嘴 鲨鱼嘴或者像这样 有点爆牙的感觉是不是 厚到爆牙是这样 鲨鱼嘴是这样 有点往前 对 但是有一些 譬如说像有一些短蚊犬的话 它的品种特征 它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厚到 本来就是这样有一点点厚到 另外一个就是 它有可能是因为近亲繁殖 所以说它的体型会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它体弱多病 它从小的时候 它可能看过很多医生 然后它的食欲也有可能比较差 所以说它从小 体格就不是那么的好 它不是很小型 它是虚弱 弱小 弱小 对 它体型可能会比较小 那其他的话 譬如说 可能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 遗传方面的疾病 或是说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甚至肿瘤 这就是近亲繁殖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些症状 对 所以如果是近亲繁殖的 就特别要留意有以上的症状 没错 像我们看狗狗的健康度 除了从外表之外 有时候你会发现 它声音也不大一样 像一样一样的两只狗 其实都超过十岁以上 但是有一只狗狗的叫声 跟别人不大一样是不是 对 就是它 学保 它是女生 然后它其实是因为我当初 就是想说 要领养一只狗来 就是想说有时候会出门去工作 然后我就领养它回来 然后结果就有一天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睡觉突然听到它的叫声 它这样 嗨 嗨 我想说不像狗的叫声 还可以说嗨 对 我 不是应该汪汪叫吗 对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 这么那种轻轻的声音 就是跟它的叫声 就是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 就是刚初就是 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就是问我 要不要领养嘛 然后我就问了它之后 它才跟我说 因为它之前的主人 就是养太多只狗了 然后它把它送到 我不知道是可能 宠物旅馆还是哪里 然后那个旅馆就说 它们太吵了 然后就问主人说 那可不可以 把它们声带割掉 对 后来他答应了 是不是很奇怪 他就是答应了 所以他后来 他的声音就是 不太像一般的狗狗 这么的洪亮 但是还是有声音 对 而且 就那个主人 其实也有点奇怪 我才发现 他很残忍耶 对 他之前就是 也有给狗狗吃安眠 因为就是觉得 他们它太吵 太吵了 对 但是它 它还是养了十几只狗 但是后来 它可能自己觉得 自己真的没办法养 所以就开始问 就是周边的朋友 要不要领养 然后我就刚好看到他 就是他年纪跟他 也还蛮相近 对 所以就 就把他救出来了 对 就把他带回来 那他个性其实也都很好 他们就是回来家里 其实都还蛮好相处 那他脖子是不是 也有一些关节上的问题 脖子是他 是他 对 我真的有问题 对 他除了声带之外 其实其他大部分 还有关节一些小问题 但他的问题就比较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关 就是脖子后面 他有时候就是 你会突然跟他玩一玩 或是他突然走一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突然不能动 他就是 他只能 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 头会卡住的感觉 然后他只能绕同一个方向 对 然后如果你稍微动到他 他就会叫 他就觉得痛的那一种 然后后来我去检查了很多 就是很多地方 就是他们 只能跟我说 他就是后面的脊椎 就是好像第四节 第五节比较紧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就问说可不可以开刀 他说现在这种状况就是 也可以不用开刀 就是你只能吃那些保健食品来 就是延缓它 就是比较不会发生这一种事情 这边就想请问一下黄医师 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歌声带跟给他吃安眠药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想要讲话 狗狗 歌声带应该对心理上 会产生一些影响 另外脖子的不问题 因为我只知道人的问题 脖子的问题有可能是什么疾病造成的 好 那我先讲歌声带 它一定会对狗的身心灵 造成负面的影响 像首先身体的部分的话 如果他年纪很轻 就做这个歌声带手术的话 那麻醉药 对年幼动物的肝胜负担 一定会比较大 那麻醉设备 还有麻醉药的选择 如果没有省慎评估的话 也会对他们的麻醉的风险会提高 像我自己如果在帮一些年老动物 或者年幼动物手术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压力也会比较大 第二点是歌声带手术 这个手术的后遗症 因为它声带歌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缺损 所以它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它吸入性肺炎的几率可能会提高 那假如说它年轻力壮的时候 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是年纪大 狗狗年纪大了之后 它的吞咽反射会变得比较不灵敏 那它的抵抗力也会下降 所以它就很容易因为呛道 而吸入性肺炎 那吸入性肺炎其实对老年狗是很危险的 再讲一下心灵的部分 其实没有养过狗 或是不是我们狗派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狗狗又不会讲话 它才比较乐观 就会汪汪叫 然后会沟通 然后什么社交问题 但其实我们养过狗都知道 它们其实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 而且它们会用它们的声音 搭配一些肢体语言 去回应我们 所以如果它们少了声音的话 它们就会没办法去表达它们的情感 像狗狗如果它有求于我们的时候 不是会发出嘻嘻嘻嘻 对 生气的时候可能会低吼 对 兴奋的时候可能会汪汪叫 这些都是可以搭配出丰富的情感 那少了声带它就会缺乏这个功能 那最后就是说 它们其实少了声带 它们还是会有那个吠叫的动作 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安抚它的情绪 所以其实 现在世主如果听到我们解释这些后遗症 它们可能大部分都不会做这个手术了 那这个关节脖子关节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关节的话 如果关节疼痛在老年犬的确是 关节退化是最常见的病例 那退化性关节炎 解释一下 它就像是骨头跟骨头之间会有软骨 软骨就像一个缓充电一样 如果它年纪大了 它会使用太久 它就会磨损磨损 最后就会出现关节炎的症状 对 所以如果出现一些四肢颤斗 不太异常 其实这些都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 没错 网络声量很可爱的狗狗 就像贵兵 柴犬这些 但是如果讲到比特犬的话 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 今天猛虫收齐的单元 建文哥就把比特犬带来现场 而且他说比特犬其实很友善 真的啊 讲到这个比特犬 第一个概念就是它很凶 而且很会咬人 事实上好像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才会带着这个口谱到 所以现在农委会规定是这样子 第一个 比特犬已经不可以养了 两年前就规定了 所以现在已经满了两年以上 第二个 如果说你当初有养 后来经过登记 变成合法的比特犬之后 你到外面去必须合乎以下几个规定 第一个 你要戴上嘴套 第二个 要成人陪伴 是 好 再来第三个 要1.5公尺以内的绳子牵引才可以 不能太长 对 不能太长 怕它冲太远 你拉个三公尺的一样可以吓到人 对 所以你牵出来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 你才可以养比特犬 那大家对比特犬有一种认知就是很凶 事实上比特犬根本就不凶 其实凶不凶跟品种没有关系 跟人有关系 你人怎么教 怎么训练 是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因为比特犬当初在培育它的时候 它的咬合力瞬间可以达到80公斤 80公斤 比一个女生还要重 所以它一口下去 比一个女生还重的时候 当然很多狗就受不了 所以大家就误以为这个狗很凶 其实很多狗都会咬人 对 也会咬狗 其实它比较大只 它咬合力没有那么大 它因为一口下去就那么大 就那么厉害 所以大家就觉得它很可怕 但事实上 世主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没有把比特犬养乖 养好 养稳定 那当然就会造成大家的误会 所以被禁养也是自己造成的 也不能怪人家 那至于养到这个比特犬 已经是合法的 那你还是要把它照顾到很好 所以前一段时间发出了很多 发生了很多后遗症 比如说有人弃养 有人不养 那我不想去登居我就把它丢了 可是现在的规定就是你要养比特犬 你必须有养过的经验你才可以养它 所以现在流浪犬中心有非常多的比特犬 没有人理它 这是一个后遗症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健康有关 因为比特犬它这个皮肤它是比较松弛的 它真的好可爱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一个它是短毛 在台湾这种气候特别容易有什么 皮肤病 掉毛等等这样的问题 所以当你养到比特犬的时候 必须注意几个事项 第一个它的食物 饮水 还有它的环境 再来一个它的皮肤病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然后平常没事就去顺顺它的毛 然后摸摸它的皮肤拉一拉 看看有没有毛会掉得特别的多 如果说以上的状况都符合 而且它的大小便也正常 适度的运动 然后出去的时候一样有牵引神跟鼓套 我相信能够把比特犬一样 可以照顾得非常好 其实我相信有些人的四足 大家的狗猴是属于比较温水的 有些是属于比较凶猛的 然后当它的性格产生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等于它有一些 感知未来的能力呢 广告我回来告诉你 有养过猫猫狗狗的人 一定都常常会发生一些 莫名没有办法解释的症状 像是狗狗会对着空气吠叫 像是我之前养过两只猫 有一只猫病逝之后 另一只猫在半夜 都会准时开始哀嚎 我当时也觉得 这猫也太有灵性了 感觉好像带安慰 希望它的另一半回来一样 其实猫狗这些灵异的状况 以爱自己有遇过 很可怕 我关键说狗真的是 挑那种可怕的时间 在叫的时候又特别可怕 因为有一次在农历 7月的时候晚上 因为他们平常我睡觉的时候 他们一定都是睡觉 完全都不会叫的那一种 但就是那一天晚上很奇怪 我就是睡着 它就是会到床上 然后它就看着我家的衣橱 是衣橱 然后开始那种声音 就有点想要凶 有点想要生气 有陌生人的感觉 对 我就想说 那边到底有什么 我还甚至想说 我就撞探 我就把它打开给它看 我跟你说 就跟它说 里面没有东西 有这样子 对 然后我把那个衣橱 打开了之后 我睡觉的时候 它还是继续在对那一个 我觉得超级可怕 因为平常它都不叫 就只有那个农历7月的时候 晚上才在叫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特别可怕 然后还有一次的时候就是 因为它平常 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睡在床的下面 它比较不会喜欢跟我在床上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晚上 就是它一直在抓床的边边 就表示它想要上来一起睡 它会怕 对 我想说 为什么它今天怎样特别爱我 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想要跟我睡 然后结果我睡到 就是晚上半夜的时候 真的有打地震 它感觉到有地震 对 我就想说 它怎么会这么提前 就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它其实很怕那种地震 就是会有那种砰砰砰的声音 对 它每次只要听到那个 就一定会躲起来的那种 它等于是预知 对 其实这个我有听过 我的一个朋友 它也是他们家的猫 突然找不到 找一分钟之后 就是这一次的打地震 其实就来了 对 它一分钟前先躲好 对 所以想请问一下姚医师 其实我相信猫跟狗 它们的视觉 嗅觉跟味觉 都跟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 它们真的有一些 可能预知疾病 或预知未来的能力 OK 好 那我们常常 譬如像有一些灾害发生 对 我们常常看那个新闻影片 对 不要说狗或是猫 像其他的动物 甚至是昆虫 对 像鸟 对啊 昆虫怎么一直往路上窜 有有有 那就是像狗跟猫 它的那个嗅觉 它的嗅觉细胞 甚至说它的听觉 超乎我们人想象 我们可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对 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频率 没有感受到这个频道 那动物的话 它可能就已经有感受 譬如说像我们大地震前 可能会有一些无感的地震 或是说地壳有一些变动 那动物的话 它就感受到了 我们没有感受到 但是它的确 它感受到像这样的状况 它可能会感到害怕 那害怕第一个一定是找主人 所以说像刚才讲的那状况 我可能就赶快 跑到那个主人的旁边 就躲起来 那像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 像我们的施主朋友 狗狗的话 经常会对门望望叫 对着墙壁望望叫 对着水管望望叫 那你有没有想到 你有没有想到 它听到什么 我们都是想到另一个部分 譬如说 听到什么 譬如说脚步声 很远的脚步声 它听到陌生人 那个脚步声的音频不一样 那狗狗它本身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家 我要防卫这个地方 那有陌生人 有脚步声 我可能就会望望叫 所以它其实可能是在保卫主人 对 就是一个警示 对你来讲一个警示 那我们有想过 这只狗狗 为什么会对墙壁望望叫 我们墙壁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可能有水管 水管里面可能会不会有蟑螂 在那边跑来跑去 那种声音 它可能听得到 所以说它会对着这个墙壁望望叫 像刚才那个例子 衣橱 衣橱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那我不认为说 它发现到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或许里面有什么 小昆虫 在那边跑来跑去 它听到声音 在那边跑来跑去 钻衣服的声音 或许这个我们比较能解释 对 OK 是 其实猫咪也是一样 猫咪有嗅觉能力也蛮强 而且它奔跑速度也超快 甚至还尝不到甜味 不过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狗狗 它一般在吠叫的时候 大家的直觉都会想说 你是不是看到陌生人了 像何美 有一个很奇特的狗狗的特异功能 它比5它就会开始吼叫 没错 比4不行就一定要5 而且你要有点带感情的那种 这样这种的5 它才会生气 而且它其实非常爱它的带子 我每次带它出去 就感觉像是坐高铁 都不会有人发现它的存在 因为它在笼子里非常安心 而且它会抢着要进去 像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它就会生气了 你只要在这边看 然后我比5 或我想要碰它带子 你看 它眼神 他生气了 他非常不喜欢它的地狱性 你对它有威胁性的 你是它主人 你这样比它也会生气 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人 如果是陌生人 它会不会更生气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 它只能倒出来 像是如果我是主人 人家不是说狗狗会护主人 你假装要摸我的肩膀 帮忙 好 好凶喔 好凶喔 下一秒 你们每一个人抱它 只要我要摸你们 它就会对我生气 它不会 它只是地狱性防御 它不会认主人 所以它觉得你是它的 别人不可以碰你 但是它对象随时可以转换 就是你现在 轮变成韦如报的话 所以假设我今天去你家 我想要抱它 可以 是没问题的 但是只要你是变成它 是它主人 我要碰你 它就会生气 这狗狗也太好抱着了 对啊 它真的很奇怪 它好可爱喔 我有曾经因为这样子 问过我的寿意师 可是他们就说 这就是它的天性 没有办法 它很容易换主人 真的耶 对 这边小小请问一下 黄医师 其实这种比武就想咬人 会有一些咬人的行为 是不是代表狗狗 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 想要说明 那如果假设说 这个狗本来是比较凶的 突然变得好像比较温馴 又或者比较温馴 变得好像防卫心比较重 是不是也暗示着什么意思 对 像刚刚那个比武 它有可能是跟它前一个主人 我不知道它前面 有没有有人讲过 它可能有一些阴影 所以它看到这个 它可能就会想到 那些不好的回忆 那它就会想咬人 当然 这些特殊的行为改变 我都还是建议 要先去医院看一下 它身体里面有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直接推断说 它是心情不好 或是很忧郁 所以最近才怪怪的 要先去确认 那常见的几个行为 有像是过度的舔室 过度舔室有时候 它是自我安抚的一种行为 那有时候假如说 碗关节还痛 它就会舔这边 它假如脚底有东西被刺到 它也会舔脚底 假如要舔屁股的话 我们就会去检查 它的肛门囊线 或是它外音部 感染的 OK 那第二个是 它的性格改变 假如平常很乖 那今天你突然想碰它 它就会对你生气 那就它可能有疼痛 像刚刚它那只松松 它脖子不是不舒服 对 那你碰到它脖子的话 它有可能就会想咬人 或是哀哀叫 这也是一个 它平常可能不会很乖 再来一个是过度的舔气 很多主人会忽略这个 他们会以为是 出去玩舔气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在 不该舔气的时候舔气 在家休息的时候 也在那边呼吸很费力 那就要去担心说 它有没有贫血 或是心肺的疾病 最后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食欲不振 像食欲不振 是我们临床医师 最重视的一个警讯 像门诊第一个进来 我就会先问说 它食欲好不好 对 如果食欲不好的话 我心中都知道 这个要认诊检查一下 因为狗狗它食欲 是骗不了人的 像我自己收治的一些 住院的病患 如果治疗前 它食欲是不好的 就住院的时候 慢慢治疗后 它食欲大开 那我就心里就知道 这只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所以其实过度礼貌 我们以为这是一个 可能狗爱干净的现象 可是可能也要小心一点 没错 像今天两位艺人朋友们 都养了狗狗 今年大概都有十年了 那你们真的了解 你们的狗狗吗 今天我们来考考两位了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请问狗狗咬尾巴 它就一定是开心的表现吗 对还是错 怎么回事错 像我们是养猫的 其实就比较不知道 对啊 为什么错 因为像是他有的时候在警示 或是想要呃的时候 他会一边发出呃的声音 一边这样呃 他还是会咬 边咬边呃 对 或是他有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的情绪 应该是有点不开心的时候 他的屁股还是会咬 那宜爱呢 我家里也是 我家不是只有开心才会咬尾巴 他就是想要吃饭 吃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会开始 然后开始尾巴在那边咬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 不一定是开心的时候 有时候那种有求于你的时候 他也会咬尾巴 姚医师正解释 讲得非常的正确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说 狗狗在咬尾巴的话 他一定是很开心 不见得 譬如说 你要看当下的情境是什么 你才可以往后判断 譬如说 这一只狗狗 这只狗狗 它在咬尾巴 咬得很厉害 然后它面对的是陌生人 或是陌生狗 那它代表什么 我在警戒 然后我要散发出我的味道 这也是我的区域 这时候可能要攻击 它在警告你 对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 他看到狗狗咬尾巴 以为它很开心 所以这里我们要 要澄清一下 有的时候像跟他抢玩具 他不是都想要拿 拉扯的游戏吗 他也会一边咬尾巴 对 一边咬 然后一边跟你抢 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 狗狗咬尾巴是一件 很和善的事情 还是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第二题 狗狗吃了自己的便便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以爱你觉得 吃了自己的便便 我以前有养过一只米格鲁 它是会吃自己大便 我后来发现 它有吃 第一个原因是 它压力过大 压力过大 对 我觉得 因为我就是有问过 其他人说 为什么它会吃大便 它是肚子饿吗 然后朋友就说 没有 它是压力大 所以我想说 它应该是压力比较大 所以会去吃自己的大便 那何美呢 它其实是因为肠胃不太好 它的消化不太好 所以它在拉出来的过程当中 有它之前吃过的东西 所以它才会去 回头再去吃它大出来的东西 它以为那还是食物 它不知道那是排泄物 对 姚医师正确解答是 对 两位朋友的话 讲的都是正确的 那譬如说 像狗狗会去吃便便 那原因其实有很多 譬如说 它吃太饱 像刚才 它吃太多了 它吃甜点了 对 它吃太多 它拉出来的话 它没有完全消化 它认为说 那个是食物 它想要再帮它消化一次 就像狗狗 很喜欢去吃猫的便便 为什么 因为猫 它本身的消化率 本来就是比较差 它认为说 那个是食物 是可以吃的食物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饿太久 它长期处于饥饿状况下 它完全没有东西吃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 像肠道的寄生虫 肠道的寄生虫 如果说这只狗狗 它有消化到的寄生虫 它会导致它消化温乱 消化不正常 消化异常 我吃尽的东西的话 没有受到完全的消化 那另外一个就是衣食屁 它没有原因 我就是衣食屁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乱吃 我就喜欢乱吃 我就喜欢乱啃 那另外一个就是 心理方面的 心理层面 压力太大 对 压力太大 我没有人陪我 我就把这个当个好朋友 吃掉 好 接下来问大家第三题 狗狗的短期记忆有几分钟 这个好冷知识 你没有觉得几分钟 短期记忆 我觉得应该是五分钟而已 因为每次我就是 他只要吃完东西 大概五分钟之后 他就又会忘记自己吃东西 只用五分钟而已 对 我觉得他在这五分钟 他就会开始跟我说 他又要再吃东西 何美呢 我觉得也偏短 大概三分钟 你才偷打很多东西 就是绝对苦变 我上完厕所上错 然后你对他生气一下 然后他后来三分钟之后就这样 又忘记你骂他了 抱抱抱抱 姚医师正确的解答是 对 两位艺人朋友 讲的都是正确的 真的吗 如果短期记忆的话 就是三到五分钟 这个很短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 狗狗好像不会记仇 对 上一秒他做的事情 在短期记忆来讲的话 上一秒他做的事情 或是说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可能过几分钟之后 他就忘记了 所以说我会建议四指数说 当狗狗你发现这只狗狗 他可能乱便便乱尿尿 当下我们就可能要规劝他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去上班 我们下班之后看到狗狗便便或尿尿 我们去修理他或去揍他 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揍我 对 你要忘了 有做这件事情 对 就是当下你可能可以去规劝他 那时间久了之后 你再去规劝他或是修理他 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对我生气 所以及时地给你的狗狗一些教训或提醒 其实对短期记忆的狗狗来讲 其实很有帮助 在剑猴哥带来一只 据说是猫界的泰迪熊 今天带来这个叫做 英国短毛猫 好可爱 形成英短 那这个不要我来报 因为这只要是不小心摔下去 光他的子孙一只都要二三十万 他价值数百万 超过这个数字 他的小孩一只都二三十万 所以我不敢报 万一摔下去便我买单 所以我请主人自己报的 那这个英国短毛猫 是大型猫种之一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英国短毛猫不是只有小小只 没有 他其实应该是至少要七公斤以上 所以大家印象中 好像三四公斤四五公斤 不是 这英短都至少要七公斤以上 像这一只 他去比赛的时候 他都可以高达8.5公斤 甚至有人把他养到十来公斤 那大型猫种是什么呢 免婴猫 对 挪威森林猫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叫做这个英国短毛猫 还有一个叫做俄罗斯的 还有一种长毛猫的俄罗斯的 大概总共有四种 三四种是属于这种大型的 那像这种也是大型的猫种之一 那如果养到这个叫做英国短毛猫 我们要注意几个事项 第一个呢 他的这个毛 他从腻的方向往上输 他必须要马上回弹 为什么 就代表他的健康非常好 是这样可以这样分测 你看他这样子 要马上回去 马上回去 如果说你腻毛 那毛就卡在那边就不回来了 这个要小心 要赶快来带来给兽医看一下 那再来第二个是 他的这个两个耳朵中间 至少要四个指幅 中间这个地方 可是不管大只小只都是四个指 你把四个指幅放在这边 好可爱喔 有比这个大 所以这个头型可以 他在场来宾的那个真倍数都很高 像我两个耳朵就超过四个指幅 头型也是可以 然后再来呢 他的眼睛跟脸必须是圆的 太可爱了 好可爱喔 必须是圆的 当然有人说什么英国短毛 他的筛要很大 其实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的脸一定要圆 再来你的头型 从上面往下看 也是要圆的 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这一只英国短毛猫 他的体型的肌肉感 必须非常明确 肌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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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你看一下喔 有肌肉感 有喔 他有背肌喔 我天啊 他不是肥胖感喔 对 他是肌肉感喔 他有线条耶 糟糕我家的猫没有肌肉感 大家看到他 很乖在这边 对 他已经拿过非常多次 全国体格大赛的冠冠 健美猫就对了 对对对 他的体格是非常健美的 所以他很像那个 以前我们养的那个叫恶霸犬 有没有 猫竟恶霸犬 如果有机会养到 这种叫做英国短毛猫 我们刚才讲那几个重点 务必要注意一下 是 这样子才不会养到这个不健康 或者是养到有什么问题 现在夏天到 其实我们大家人会有热伤害 那宠物可能会有什么热的问题 广告我回来告诉你 夏天到了 不只是我们人的皮肤 会有一些异味皮肤炎的困扰 连狗狗也会有 特别是贵宾这个品种 像何美 你的狗狗特别把这个毛给剃短 是因为他皮肤状况不好 没错 我觉得皮肤真的让我很伤脑筋 尤其是他的耳朵 耳朵也会 长期的反复发炎 而且我每一次 他去瘦医院的时候 都想打仗 因为前几次 我还没有找到现在这个瘦医师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把他 五花大绑 就是四个大壮汉 要压住一只狗狗 他才四公斤 要四个人压 然后要带嘴套 因为他会咬人 然后要把他耳朵翻起来 要拔耳毛 然后要亲耳医什么 我就觉得 看了我也 他会尖叫 我也看得很辛苦 而且他除了耳朵反复发炎之外 还有他的皮肤 有异味性皮肤炎 好几个医生都跟我说 他没有救了 就是会一直反复的 天气不好 潮湿 有黴菌 他就会一直有感染 是 他现在其实是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我刚才有特别用衣服 把它盖起来 是因为我昨天带他去洗澡 美容的时候 一剃掉 美容师就跟我说 他的毛囊都在发炎 非常严重 耳朵也是 然后又带他去瘦医院 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说 这需要用到抗生素了 因为我之前 都不给他抗生素 是怕他药量 已经凝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没有药可以治疼 我这样的习惯 所以他除了药有问题 就是皮肤有问题之外 要一直吃药 他还有癫痫 所以他其实 你想得到的问题 我们家都有 对 所以花费上其实也蛮重的 对 所以我又要控制 就是要跟受益师沟通说 他吃什么药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然后他又有 癫痫的问题 所以要平衡掉 他有可能 癫痫的这个状况 是 同样都是贵宾狗 其实宜爱的狗狗 看起来皮肤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毛都还蛮弱多的 对啊 我跟你说没有 贵宾狗的皮肤真的超难过 女生白色这一只还好 但男生这一只 真的是皮肤的问题 超级多的 因为 对 就是他 就是会去送洗嘛 以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 人家来接 然后去宠物店洗澡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他洗回来隔天 身上一定都会长那个红红的 一粒一粒 在身上 对 然后有时候严重到 就是他一定要再去医院 可能打针 然后吃药这样子 这是每次都这样 送去洗都这样 然后而且我因为这件事 我换了大概四五间的宠物 就是洗澡的 但是全部都一样 我甚至连那个家里毛巾 我想会不会是毛巾有问题 还是洗毛剂有问题 换自己洗 然后不是自己洗 就是我就是把自己的毛巾 都送去宠物店 但是他回来还是一样 就是隔天身上又开始长 一粒一粒的 那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送哪里都会 就是回来都会长 后来我就决定 那干脆试试看 请人家来家里洗 道府服务 对 就是道府 就是洗澡 结果后来发现 就洗这样大概也 大概三四年 四五年了吧 他从来都没有 就是因为洗澡之后 隔天再长一粒 是不是心理问题 洗剂也一样吗 对 洗剂都一样 我甚至连家里的洗剂 都送去宠物院了 但是回来还是会长 但是只要在家里洗 他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感觉像是心理上的问题 超级奇怪的 所以后来医生 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吗 还是有被跟宠物 或者是有发现 什么样的问题吗 没有 就是也不知道 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很奇怪 只要在家里洗 他就是不会长这个一粒一粒 我也觉得很神奇 所以家里洗比较放松 对 这边可能要问一下 瑶医师了 另外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可能猫狗会出现一些疾病 我先刚才回答那个问题 我认为有可能的原因 比如说 当我们人在紧张 或是焦虑的时候 我们会做什么 抓头 抓养 狗狗呢 捎养 捎养 抓 或是说去啃他的皮肤 如果说他今天到可能 外面的宠物店去洗澡的时候 他有可能那个环境 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焦虑 不安全感 对 然后他会做什么 开始抓身体 开始抓身体 开始咬身体 你身体越抓越痒的话 身体的话开始释放出一些组织胺 他会更痒 更想要去抓 身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红点 或是说异味性 或是说那种急性失诊 可能就会发生 夏天的话一般 通常我们会跟市主讲说 你一定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就是中暑的问题 譬如说我们在太阳底下 我们在散步 我们觉得说 我们的体感温度OK 不错 可是你有没有感受到狗狗 因为狗狗的话 它比我们矮很多 它是靠近地板 我们人很高 对不对 上面有风 我们觉得凉凉的 那地板呢 地板很热 那刚好又增上来 那个感觉的话 它的体感温度绝对比我们高很多 那我们可以去感受 怎么去感受 这只狗狗 它目前的状况 就我常常会跟市主讲说 像这个天气 你穿个外套 因为狗狗身上有毛 你穿着外套 然后你躺在篮球场上 这个就是狗狗的感受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像消化道的问题 譬如说像我们夏天的话 有一些食物可能会腐败 可能会腐败 那常常我们可能有 狗狗的话认识 或是吃鲜食 就一碗饲料 一碗干粮摆在那边 一放的话就是一整天 那这些食物造成腐败的时候 狗狗去吃的话 也有可能会造成肠胃炎 那刚才皮肤炎也讲了很多 那一般我们的很多 民众养的狗都是外来犬 这外来犬 因为它的基因告诉你 你应该分泌多少的皮脂 你应该分泌多少的油脂 去保护你的毛发 但是它这个基因 它不会改变 因为基因就是写在那边 它就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环境 譬如说我们现在 在台湾这个地区 那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温度很高 越来越高 湿度很高 所以说它会不会比较容易 会有皮肤病 会 夏天的话特别注意 对 所以除了中暑肠胃炎 跟皮肤炎 其实我听过一个名词 叫心思虫病 因为我自己家有猫 其实有做一些相对应的治疗 请问一下黄医师 心思虫病是什么东西 心思虫它是一个 非常致命的寄生虫 它像米粉一样 它会塞在狗狗的心脏跟肺动胎 然后造成 最后会造成心脏衰竭 跟呼吸衰竭的死亡 其实像我门诊的话 如果看到有四祖冲进来 抱着一只狗 很喘 它说它呼吸困难 我就会看一下 妙一下说 它如果是中大行犬 它看起来痒在户外 我会先问说 你知不知道预防 每个月吃心思虫预防药 它如果一问三不知 那等一下再抽血 我就会帮它验一下 有没有心思虫 很大的几率就是 心思虫感染末期 造成了心脏衰竭 是 那这个时候 四祖通常就会觉得说 我的狗都在室内 它不会得心思虫 那其实是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张图 心思虫它是 藉由蚊子感染的 所以台湾夏天 蚊子其实蛮多的 就算你都在家 还是有可能被蚊子攻击 那倒霉一点的话 可能就中标了 OK 所以是这样子 那心思虫 有哪些症状呢 它为什么很可怕 它是在于说 它的感染初期 头几年是 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所以会不知道 会完全不知道 所以它就像一个隐形杀手一样 默默地去残害它的心脏 但那个时候可以抽血 或做检查 可以 你可以提早去做检查 你就可以前迟到 那到中后期的话 才会有一些症状 包含咳嗽 呼吸容易变喘 运动容易变喘 活动力下降 在更后期一点 就可能会有呼吸困难 覆水 甚至休克死亡 这里我可以稍稍讲一下 覆水是一个很严重的 临床症状 但是很多世主会忽略 因为他会以为肚子大大的是 他最近吃得比较胖 那我教大家怎么简单分别 什么是肥胖 什么是覆水 那肥胖的话 他其实肚子大大以外 他的肌肉 他的四肢肌肉 还有背部的肌肉 肌肉感 会还是有的 但是如果是单纯 疾病引起的覆水的话 对 他的肌肉会很明显的流失 就只有肚子大大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带去医院看 这很严重 是 那讲一下治疗 虽然说现在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可以治疗新丝虫 但是其实治疗还是有一些 两个缺点 第一个是 他在治疗的过程中 还是有可能有风险 会造成血栓 死亡 第二个是新丝虫 我们治疗可以把虫杀光 但是新丝虫造成 已经造成的伤害 那是不可逆的 那是永久的 所以还是要尽早治疗 没错 猫狗除了要预防新丝虫之外 其实我还是有一些蛔虫 要担心猫猫狗狗身上会有 像我们带去那个兽医院的时候 在进行投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药品 OK 很多的市主会以为说 新丝虫它小时候预防过几次之后 就不用该吃了 但其实是 每个月都要定期吃 而且大于八周龄的狗狗 就应该要开始预防了 那幼年 中年老年 都要预防 那市售其实有一些多合一的 寄生虫预防产品 我们可以使用 它不只有预防新丝虫 它还可以预防体内的 肠道寄生虫 比如说 蛔虫 沟虫 鞭虫 那还有一些皮肤的 像是跳蚤 避失 戒险虫 戒虫 他们都可以一起 甚至眼睛的眼虫 都可以预防 所以其实这种产品是很好用的 那其实很多市主 他喜欢选择像有牛肉风味的 那种比较好味 比较好入口的 对 因为就不用每个月 味的时候 滴破它 很痛苦 他们会很痛苦 那市主就会不想味 很有同感 对 那 其实他们每个月都要味 那其实我个人的话 我会固定在每个月移好 给他吃新这种预防药 那你当然也可以设定 说每个月发新的日子 你可以给他吃 或者是每个月 你缴防贷的日子 因为这样子你就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你房贷永远交不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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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交二三十 那如果猫猫狗狗 如果不常带出门的话 你在投药的部分 会因为这出门的频率 而增加或减少吗 不行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在室内 还是有可能被无人子攻击 所以我还是会固定 每个月预防行动 因为它其实便宜 有效又安全 那比起你得到 新之虫的币来说 你利弊衡量之下 我还是会选择每个月 给它定期预防 虽然刚刚讲 新之虫这么的可怕 但是它其实 它就可以靠每个月定期的预防 就可以简单的 避免掉这个疾病了 是 所以我家里狗狗 如果没有吃过这种药 我是可以立刻买回家给它吃吗 还是会建议先去 动物医院先抽血 先去看它现在 有没有已经感染了新之虫 如果有的话要治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赶快预防跟上就可以了 是 所以新之虫的预防 其实还是很重要 广告我回来给你看彼得兔的原型 据说它其实是巨兔 而且比狗还要大 其实我小的时候 家里也养过兔子 那最大养到最大兔子 顶多两个手长大 但是建宏哥今天带了巨兔 而且这个尺寸只是小孩子 对 它这一只叫做佛莱明兔 佛莱明兔是巨兔的一种 它可以长到超过10公斤以上 据说国外还有一些 可以长到快20公斤 很像这一种 20公斤 那这一次 目前大概才4公斤上下 可是它才三个月大 对 也就是说 如果它载过一年半载之后 它应该身体可以拉到 大概100到110公分 就像这样的照片一样 它几乎是抱在一半的位置而已 体重可以到十几20公斤 真的比我才高的 对 带这个 国外很多人很流行在养这个 巨兔啊 对 那为什么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没有叫声嘛 对 再第二个 它的大小便 它自己会到一个兔盆 那个便盆里面去吐 会有固定地点 不是去吐 去大便 不是讲到 包沙盆 对 包沙盆 它会自己跑到便盆去大便 OK 好乖喔 那我教很好养 而且没有什么体臭 那可是既然要养到兔子了 你对它很多的生态要了解 要不然你养一个兔子 然后一直喂饲料 也不是办法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各位观众 有几个重点要知道 第一个 兔子的视力 比人类 它这个不是讲视力多远 因为它看东西出去都是模糊的 对 可是它的重点 它的广度有350度 好广喔 后面这边都看得到 对 也就是说 它那个兔子 它的这个 它的瞳孔是可以看到后面去的 那唯一的10度在哪边 就在鼻梁这个地方 哦 这个是前面 看不到的是鼻梁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那个兔子在逃跑的时候 它就喜欢这样跳跳跳跳 左右跳 对 那原因是因为它看不到正前方 哦 所以它这样跳跳跳 好 这第一个 350度的视觉 那在第二个 它的心跳有150下到250下 那么快哦 对 那我们都知道 像那个我们看那个海上那个蓝鲸 它一分钟才两下 对 才两下三下 所以我们对于心跳这个东西要很了解 为什么 兔子为什么心跳那么快 因为它是被掠食者 它常常被追 随时被战 所以它心脏也很有力 平常要训练很有力 要随时冲走 对 如果突然被追的时候 那它心脏跳那么快 它才撑得住 所以再来一个 第三个重点 我们抱兔子不要拉耳朵 对 因为它很多的神经 各位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神经都在这个位置 好漂亮哦 都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我们错误的爆发 直接这样提的话 它搞不好就会有很多神经会受伤 所以刚才讲那几个重点 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视力的问题 我们养兔子很多都是被吓到 然后就死掉 对 所以你养兔子很多人说 我没有 我就在后面 就突然在穿雨衣 它就吓死了 那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它看得到 所以很多人在养兔子 不知道这件事 它以为我没有在它前面 我在它后面 这样就被吓到 然后再来一个 可能给小朋友玩 小朋友不知道就乱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 把它抱起来的时候 心跳怎么那么快 它怎么了 就自己都很紧张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要养这种所谓的特殊宠物 一定要非常了解它的生态 你这样在养它的时候 你才可以给予正确的饲养方式 要不然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到 然后要不然就把它给吓到 这样都不是动物福利的一种 所以其实猫跟狗 因为它们没有办法 用对话的方式跟我们对谈 我们只能透过一些观察 然而因为猫狗跟我们的寿命 其实还是有限 根据一个国外的期刊研究发现说 其实狗的一个寿命 其实在12.5年 那张姚医师是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平均寿命 是比这个来得更长 然后注意 其实小型犬跟鼻子较长的犬 其实它的寿命会比较长 相反的面部比较扁平 跟鼻梁比较短的 你的死亡风险可能会来得比较高 另外其实有一些统计观察到 常见的猫犬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肾衰竭 寄生虫感染 狂犬病等等 如果假设说 你家里的猫猫狗狗 出现一些跟以前的行为 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变化 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另外像是口角炎 或者是心吃虫病 都是要特别留意的 健康2.0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感谢观看